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日的最大亏损为100美金 对于SPF而言 本次赌局最大的盈利为35美金 最大的亏损为65美金 那么对于ASHA而言 本次赌局最大的盈利为65美金 最大的亏损为35美金 那么单从数据上来看 SPF的盈亏比相当的不合适 这是一个完全处于下风的赌局 然后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亏损的概率 因为没有办法拿到近期实习生最大亏损的数据 所以只看盈亏比来说 SPF属于完全的下风 然而SPF不可能甘心于如此被动 于是他开设了一个新的赌局 就是抛硬币赌局 是什么呢 就是在场的任何实习生都可以参加这个抛硬币赌局 无论输赢都会给参与者一美元的奖利 那么赌注为98美元 我们来分析下这个新的赌局 抛一个硬币 剩的概率为50% 输的概率也为50% 那么对于任何的参与者而言 目标盈利就是0.5乘98加上0.5乘以-98加1等于1美金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新赌局加入之后 SPF和ASURE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对于SPF而言 如果SPF赢了 那么利润就变成了98加98减65减1等于130美金 如果SPF输了 利润就是-98加上98减65减1等于-66美金 那么目标利润是0.5乘以130 加上0.5乘以-66等于32美金 那么之前来看 SPF最大利润为35美金 最大的亏损了65美金 那么现在最大的利润是130美金 最大的亏损为66美金 那么对于ASURE而言 如果SPF赢了 利润是-33美金 如果SPF输了 利润是-33美金 之前来说 ASURE最大的利润是65美金 最大的损失是35美金 那么现在变成了 最大利润-33美金 最大损失也是35美金 那么SPF可能在亏损增加1美金的情况下 把可能的收益从35变大到了130 那么按照概率来算 目标利润变成了32美金 而ASURE无论这个硬币赌局如何发展 他都会亏损超过33美金 然而有意思的事情开始了 SPF的运气非常的好 一开始赢了定局 然而他并没有完全停止 继续开了下一局 抛硬币的赌注也在一点点的上涨 于是在联赢三局之后 在第四局终于输了 那么此时SPF的收益最终变成了227.25美金 而ASURE为亏损34美金 以论上来说 如果SPF一直赢 那么他可以赢光所有实习生当天的钱 而最大的亏损也就是66美金 那么我们现在设想一个假设 如果ASURE亲自下场参加比赛 结果会怎么样呢 那么对于SPF而言 如果赢了 利润等于130美金 但是呢 每日亏损是有上限的 所以他的利润只为100美金 如果输了 他亏损等于66美金 那么对于ASURE而言 如果赢了 利润等于98-98-65-1 等于66美金 如果输了 损失100美金 那么对于SPF 他其实预判的利润等于17美金 那么对于ASURE 他的预判利润为-17美金 当他亲自下场 SPF的目标利润有所下调 但是ASURE还是会输 因此之前 未知概率 盈亏比不合适的赌局 一下子被SPF变为了 概率已知 盈亏比非常合适的赌局中 杀得ASURE 片甲骨流 那么从这个事件 我们也可以发现的是 SPF非常会管理预期 无论是自己的 还是对手的 实际上在这个事件上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上限就是100美金 而且还是自己的钱 如果我们换一种情形 这些赌注的资金 有一部分是借的 那么这个赌局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更接近于现实的情况 这样的赌徒心理 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 这是这种高风险 高回报的策略 使得SPF能在瞬息万变的 加密货币市场中 脱颖而出 实现了财富积累 另一方面 这种策略 也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每一次市场不确定性 都意味着 投资可能导致失败 或者是财富的损失 也是为之后的FTX崩盘 埋下了伏笔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